卡佩拉不得不讲啊 今年有自变的 来到狼队之后啊 内线晴天一祝啊 攻守两端呢 说白了以往跟哈登携手那会儿 我们通常认为 在哈登的指引之下 在哈登啊 他的戳柄之下 丙皇卡佩拉才有生存的立足点 你那就离开哈登这么一个柄王呢 戳柄王呢 那么卡佩拉有可能啊 生涯就走下坡路 在特雷扬身边呢 可能说还借尽 但不会有哈登的效果好 当时普遍是这么判断的 卡佩拉在哈登身边 应该就是来到了 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之处了 因为他不可能说 成为一个内线 真正说单打利器 扛气球队内线的攻减重任 他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时普遍判断 在哈登身边呢 你应该满意 你应该知足 你在这里得辞得赫吗 你一旦都拉出去 谁给你戳饼呢 而且你那点篮球资场啊 也有限呢 除去之后恐怕就要晚 但是没有想到卡佩拉 今年在老营队啊 中流礼住 你真说攻守两端 他都是大马 进攻段这块 你也不能小事 他的低位威胁 顺下威胁 因为现在老营队 他外线有太多投手了 对不对 所以卡佩拉 他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嘛 再加一点 增向前场篮板呢 目前位列联盟第一 前场篮板率也是联盟第一 防守篮板强的也多 现在已经是篮板王了 目前卡佩拉呀 就作为一个男人角色来讲 强个篮板王啊 也算挺露脸 尤其卡佩拉 他对于球队的胜负啊 是有正向作用的 他现在真实行情审价啊 在一般的球队 他起码是超值的 你要说给卡佩拉 一个2500万大合同 年薪的 我认为不算过分 尤其像对他有需要的球队 更是不算过分的 卡佩拉确实优秀 以往是被低谷了 你看现在卡佩拉一仰脸哈 以往那会一看呢 卡佩拉有点大众脸 有点那个让人记不住 但现在你再看老鹰队的卡佩拉呢 知信都打出来了 现在一仰脸 感觉那种气场 完全不一样 以往是唯唯诺诺的 以往卡佩拉 眼神呢 犹疑 对不对 不是很鉴定 但是现在到哪 杨子脸讲话了 目前卡佩拉 就气质上都有了本质改变 现在卡佩拉 自我认定呢 我是联盟当中内线的一个腕 我哪怕跟对手啊 什么这个顶级的防守大杂啊 各方面脚量 我未见得落入下方 早些年呢 我是在哈登身边 被掩藏过了锋芒 其实呢 你现在仔细回想啊 当年那会火箭队调打绝世 有没有卡佩拉的功劳呢 卡佩拉根本就不比这个戈贝尔畅 当时就那组系列赛啊 是不是这样 卡佩拉能换防啊 进攻段的空切吃饼 戈贝尔也拦不住 现在卡佩拉是找到自我定位了 有了新的认识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